將軍澳海濱長狼單車徑是不少將軍澳居民每天的必經之地 不過近環保大道下車位近日就離奇出現了一個減速駁 一邊藏了一條懷疑接駁工程的膠水喉 攔腰放在單車徑 有網民就在Facebook專頁將軍澳主場出post 說他星期六晚踩單車洗經環保大道和寵物公園 一段將軍澳海濱長狼單車徑的時候 意外炒車跌落地 搞到手肘骨折受傷需要送院做手術 我們就找到目擊意外發生的他 他建議移除路駁或者樹立告示牌提醒單車人士 以免再有意外發生 事主事後都有提醒其他人要加倍小心 多謝你的溫馨提示 不過意外之後 路駁和膠喉已經離奇消失了 有網民就說由擺放至出事前後都不夠48小時 路駁和膠喉已經迅速被人拆走 我們星期五就去現場了解過 攝氏的減速駁和膠喉已經不見了 可以照常使用這段單車徑 而單車徑旁邊的圍欄外面就有膠碼、磚塊和喉管等工程用具 但是就不見有任何涉及工程的告示牌 或者張貼有關工程的任何資料 有單車人士就表示每個人都有責任 其實沒得賴的 自己都有責任 因為每個地方都是危險的 其實是 會合理的 沒得賴的 它的山脈是沒有意思的 會製造更加多的障礙 其實是危險來的 大家是合理的 是文明人來的 大家互相尊重 這個最重要 西貢區議員方國山就形容路駁陰濕 這個位置就是昨天有一個路駁在這裏 就藏了一條喉 我估計是拿電或是拿水 就駁到這邊 因為昨天已經是 踢到一些單車使用者 也令他受傷 所以希望國門跟進這件事 我相信是因為復修堆填區 我們水務處也鋪設一些 海水化淡廠的水管 不知道是否和這個草物公園附近有關 他有些可能想拿電 我們正向水務處和路政處了解事件 不過兩個部門回應的時候 都說暫時不肯定是否涉及事件 需要進一步了解